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焦距离0.175米 放大倍率是1比1 内对焦的设计 所以在对焦时镜头不会有伸缩 这点设计很棒 操作评分是3.9分 接下来是成像 这是一支APS画幅镜头 所以我使用索尼的α6000来进行测试 等效焦距是90毫米 上时拍 首先全开光圈拍摄镜物 看一下它全开光圈是否可用 全开光圈2.8下 中心内度很高 画质也不错 这点其实看MTF曲线也能看出来 接下去就是微距镜头的老本行了 拍摄昆虫 我用的拍摄方法是小光圈加既定闪加柔光板 具体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的一期教程节目 总的来说 这支镜头的画质表现很不错 微距无弱率嘛 成像评分是3.8分 接下去是视频功能 上时拍视频 视频的画质方面和拍照类似 不过都赘述了 当然了 手动对焦镜头对于视频拍摄还是不太方便 视频功能评分3.2分 最后一项是性价比 这支镜头现在全新的价格是990元左右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值不值呢 觉得值得可以弹幕扣1 不值得可以扣2 性价比评分是3.8分 平均以上5项总平均分是3.7分 那你心中的打分是多少呢 可以打在公屏上或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微距镜头也属于比较小众的特种镜头 推荐给喜欢拍摄镜物 以及想进阶学习拍摄微剧的朋友们 那本期的一镜翻外镜的微评测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摄影师一念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